再来关注新冠疫情当下 所有一线的医护人员不遗余力帮助当地病患 许多企业出钱出力来帮助华安社区 以及医护人员给予支持和协助 像日前新世纪保险公司MTrust Financial 共同为嘉惠尔医院的600多名医护人员 送去南加州英恩澳的汉堡车 一同在疫情期间对医护人员尽一份心力 新世纪保险公司携手MTrust Financial 共同在日前为嘉惠尔医院600多名医护人员 送去南加英恩澳的汉堡车 让医护人员吃到美味的英恩澳汉堡 这样的一个活动更让南加的医护人员感受到社区的温暖 在华人区具有指标性的嘉惠尔医院历史超过80年服务华人社区 提供社区综合的医疗服务 目前拥有210个床位 而该院的医护人员在这次的疫情中救助了许多的病人 院长Patrick表示 自疫情以来得到社区和各方的支持 对于这次获得午餐捐赠非常感谢 也呼吁民众在过年期间要遵守防疫的措施 新世纪保险公司从1988年就在华人社区服务与耕耘投入社区 新世纪保险公司总裁韩维文表示 在农历新年初一 希望能为这些在第一线奋战的医护人员送去节日的问候与温暖 预定两辆汉堡车 为这600名伟大的医护人员提供汉堡饮料和薯片作为午餐 MTrust Financial的代表对于这次能为一线医护人员送去午餐表示高兴 并且透过这个送餐活动为这些医护英雄与社区做出一些贡献 天下卫视BNG报道